我覺得臺灣民眾黨要上街 也不是壞 壞事情 因為臺灣民眾黨 從這個立法院的會期開議以來 總體來講 我認為臺灣民眾黨的表現不好 仍然在一個比較混亂的狀態 就是還沒有把一個 作為第三大政黨 尤其跟國民黨 可以聯手成為 就是說國會的多數黨 跟那個關鍵少數的 那個關鍵的特性的表現出來 再加上地方選舉補選 全力的投入 但是也都輸 再加上柯文哲的這個所謂的三個案子 這個大概都有一點 把臺灣民眾黨困住的味道 困住 如果說繼續按照這個調子 再繼續走 走下去 臺灣民眾黨的那種的存在感 他的族的主體性會越來越弱 我我認為五一九上街除了展現 臺灣民眾黨仍然是團結的 就是柯文哲叫大家都還是可以一起行動 這個對於黨本身的那個團結的印象是重要的 第二個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意義 就是沖洗嘛 沖沖洗 就最近太衰了 太衰了之後 你你總要做點做點什麼沖沖洗 沖洗有沒有 是沖洗絕大部分是心理因素 就是讓他覺得說想要轉個手 手氣轉轉運 五一九我認為就是換個手氣轉轉轉運 可是有一些呢 有一些是屬於本質面的問題 我覺得就應該要嚴肅討論 譬如說柯文哲的這三個案子 我沒有預設預設任何立場 我我純粹就只是做一個臺北市民 我在旁邊看著 這三個案子 也不要單純的說一定有事 或者一定沒有沒有事 我們回到問題的本質 就是這三個案子 今天大家如果覺得裡面可疑 覺得裡面有不合理 不要不要不要說人謀不張 可疑那個懷疑有沒有道理 我我認為有道理 那有有道理 我們就針對有道理的部分 去好好的討論 可以講清楚的就把講清楚就好了 作為一個像臺北市這種的 這種的都會區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財富 基本上面大家都相信 財富是不會憑空創造的 那個觀念是錯的 財富是可以憑空創造的 財富的憑空創造 就在容積率上面 容積率是唯一可以憑空創造的 才財富 就是我本來給你一百 就一百 可是我突然給你兩兩百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沒損失 可是你就變了變兩百 那個財富就突然多了 他裡面的可以玩的學問非常多 所以今天大家討論容積率的時候 在質疑的時候 大家就是就是論事 見招拆招 講清楚 不要讓任何的地方 或者政治人物在玩這種 一般老百姓感覺不到的容積率 可是巨大的財富都在裡面 最後我提醒就是我認為柯文哲不要擋了陳佩琪的從政之路 我覺得當然柯文哲會覺得大家都想像力太太豐富 我說我認為配偶婦女只要不甘政不亂政 從政為什麼不可以 希拉蕊可以 其實其實在民進黨裡面夫妻黨也很多啊 換句話說只有意願的問題 沒有可不可以的問題 不要害羞 就是如果如果真的陳佩琪有這種天分 何況陳佩琪本身 他大部分的表現 都不是在他醫生的職位上面 都是在在跟柯文哲有關的政治議題 跟政治職位上面 陳佩琪是有天分的 不要埋摸他的天分